你的胎儿会不会被你感动 哎哟 我妈妈好有爱啊 对不对 这么重视我 为了我布施给所有的胎儿 为了我为所有的胎儿念地藏经 你不会念地藏经也没关系 来 南无地藏菩萨 佛经说 地藏经说 每天只要念一千遍南无地藏王菩萨 你身上永远有神 护法神 包括地藏菩萨在加持 每天一千遍 容易不容易 我知道各位很忙 经典说 每天一千遍就不得了 经典说 你每天念二十一遍 Om ma ni pe me hun 二十一遍 那观音菩萨的力量都在你身上了 这持续 持续就好了 所以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告诉我们 大家念下来 相信因果 善恶业报 接受因果 好好忏悔 念佛做功德 好不好 这样就没问题 好好要做好 不要再来跟我哭啊 所以当然话又讲回来 就是希望各位再念一次 多忏悔 多念佛 多修功德 回向众生 回向病苦者 回向自己的冤心在主 等等 各位最好把这个当作你日常的功课 每天拜佛忏悔 然后供水啊 供灯啊 供香啊 你要忙这个啊 我在大陆东北认识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这个有钱到我 我实在没办法想 那后来他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寺庙带我去 我说师父 这一间送给你 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了 我可能没办法 因为我喜欢流浪这么大一间 但他真的是很有钱 后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盖这么大的寺庙 他说我跟你说啊 我本来做事业有一点瓶颈他了 然后他妈妈就经常替他拜佛 那有一天大年初一 他妈妈一大早就起来 他知道他妈妈拜佛都为了他 因为他投资很大 结果那天弥勒菩萨圣诞 他妈妈拜下去没有再起来过了 就往生了 但是往生的时候非常的安详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开始发财 所以各位 妈妈如果升天保证你发财 他不照顾你照顾谁 所以各位一定要超度祖先 每天要做功德回向给祖先 不分任何宗教 所以你越回向给祖先 祖先越回向给你 所以他跟我说 从那个时候他开始发财 所以他就发愿 妈妈为我拜佛至少他安详死了 但是我要为他盖大寺庙 供养妈妈 他就一直赚钱一直赚钱 还叫我去他家看 都是千万人民币的纪念品 师父 你自己挑 自己选 哪一个你要带回家 他不知道我也是有钱再来出家的人 对钱我已经有点厌烦 因为我觉得钱让我痛苦一辈子 钱让我出不了家 因为每个人都认为有钱不能出家 所以当然度众生这也是方法 他也知道世间人都爱钱 哪有你不爱钱 我才可以度他 知道吧 就算我爱钱我也说 我不要 因为才可以度他 带我去一个房子住 里面还有卫兵煮饭 师父 这个房子给你 不要 我不要 因为我只想 我至少我出家了 我认为我对这些东西不要太在乎 那时候话又讲回来 我发觉我不要 反而天天每个东西都是我的 我现在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就说 师父 这个房子是你的 你不住 你就跟我说一声我就卖了 你不要 我就流到你死 你看 都是我的 包括我们落纳活活也跟我讲 叫我回来 这一间是你的 包括我们德国领古伦伯切 每个都会说 这一间是你的 对我来讲 我如果一年能够去住几天去借用一下 我已经很快乐了 但是你会觉得 你反而不想拥有就拥有 不能说拥有 就可以去享有这个 不需要去懂 就像我现在 像各位 现在海涛法师你粉丝很多 你才知道 三公一百雀 我充满在感情的爱里面 我没有 但是我得到别人关爱的眼神 但是当然我没有痛苦 为什么 没有执着就没有痛苦 如果你这里面你有想要抓住啊 像排斥啊 你就痛苦 我想我这样说的意思啊 各位都像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家人一样 大家一起来讨论 如何让自己生命更快乐的方法 忏悔 做功德 念佛 第二个呢 那就是要开始念习 念一些 来 第二 放下 各位多念习 虽然你拥有了 或是你痛苦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快乐或痛苦 它只是暂时的 一定会过去的 就像女孩子生小孩 我不要生 我不要生 下回还不是又怀孕 因为原来痛苦过去就没有了 一下就OK了 所以我想 第二个各位要学的 除了忏悔业障 修福报 让自己很幸福 健康 快乐 第二个 各位要学习平静的心 就是放下 佛教里面叫处理心 这个处理不是说各位要脱离他 是心里慢慢不要太在乎他 好不好 一直要念习 我很在乎我儿子 我很在乎那个事情 我很在乎那个财产 这个会让你很痛苦的哦 你的病就从这边来了 你现在要分遗产了 分得有一点心里不太 那病就开始发作了 因为这个东西让你很担心 所以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当你对这个事情放不下 赶快念阿弥陀佛好不好 你要念阿弥陀佛 可以念仆门品 你不要让你的心一直挂在那个地方 我很喜欢这个事情 这个叫执着 第一个 相信因果忏悔修福报 第二个再念一下 不执着 不执着 因无所住 住就是执着 你想要抓住他这个 所以各位佛要叫我们学习放下 不要对万事万物起的心态 我爱我不爱 这些你要随远一点 大圣佛教讲空性空性 那各位可以多念般若心经 金刚经 或是超般若心经 或是多念文殊菩萨 或是多念 O阿拉巴尘那地 文殊菩萨的空性加持我的心 不要太在乎 凡事从客观去看看就好了 你不要说 你是我媳妇 你是我儿子 又卡住了 因为卡很久了 如果你这辈子不放下 下辈子换你又来投胎做你孙子的女儿 儿子 然后就一直轮轮轮 万一你修得不好 做一只狗 又来投他做他的爱狗 这样 然后大家就一直这样 这叫轮回 先生太太爸爸妈妈 一家子天天在那边轮不完 所以各位要学习放下 当然佛陀告诉我们 来常念阿弥陀佛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佛陀的大慈大悲 叫我们来这个人间是来还债了 也来修福报的 把所有的希望放在极乐世界 好不好 回向发愿西方极乐世界 也劝人家怎么做 所以各位一定要每天念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按照阿弥陀经去想极乐世界的 壮严清净 就像你去阿尔卑斯山 你去大瀑布好美的景啊 你要把心先脱离世间的 纷纷扰扰压压 然后让你的心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样念 那念到你内心里面 感受到就像打坐一样 身体都没感觉 因为你入定了嘛 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 忘了你得癌症 记住这句话 很多人就一直老是很操心 那个事情 老是挂在心里放不掉 这个非常伤身体 也非常伤你的心态 这个也会让你来世 堕落一个痛苦的漩涡里面 所以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叫你放下 你只要念阿弥陀佛 把一切业障根本 对不对 把这些烦恼贪成词 所以阿弥陀佛叫清净光佛 所以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会念阿弥陀经就念 各位来调查一下 会背阿弥陀经的 举手 纽约有哦 有一个 有两个 谢谢 下回我们要多办念经 多办多办 请我们维宣法师 都会背阿弥陀经的 就给他鼓励一下 对不对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多念 多念 然后你念下来背 背下来不用背得太快 就像牛在吃草 还要吐出来 慢慢念 慢慢想里面的意思 哪一天你儿子说 妈你怎么这么快乐 不要吵我 我正在净土 你把我拉回来 因为我已经进入那个境界 所以刚刚我们还在说 以后把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做成一种动画 对不对 3D的 让你身立其境 哇 好像就是坐在你 阿弥陀佛就在你前面晃来晃去 这个是佛陀教我们一种 快速的出离心 因为 那种快乐超越世间所有快乐 这样了解吗 请问极乐世界的快乐 有没有超过世间所有快乐 这个世间的快乐都是苦的 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 都是变化无常 无法主宰的 苦空无果的 不清净的 各位你要相信 修行就是你要相信 你要告诉你自己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 但是各位相不相信极乐世界 相信 虽然我们看这个花好像很美 但事实上它会凋谢的 你要相信 再好的爱情 再好的健康 再拥有再多 都是暂时的 不要执着 你要告诉你自己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就像医生说 要给你开刀了 会 好好好 不会痛 不会痛还有个痛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所以 然后 你要慢慢学习 放下 最好的方法 比如说有人 生病已经很严重了 他们问我 怎么样快比较好 我都建议他 不要住在家里 搬去寺庙住两个月 搬去一个清静的地方 住两个月 因为你在家里 就是你生病的因 为什么 烦老公 烦孙子 烦孙子 你永远放不下 就一直在让你燃烧 完全放下 去住在法林寺 你住在我们 叫复国寺 去那边掃地 去那边插桌子 去那边拜佛 短期出家一样 对不对 给你自己 休息休息 心平静 专心的念佛 专心的这边出草 你会觉得 病都好一半 回到家 又开始发作了 本来就如此 夫妻之间 如果两个吵一辈子 天天见面 天天烦 天天有压力 你就开始胃痛 你就睡不着 然后老公出去两个月 你天天睡得很好 奇怪 这个就是这个因缘 所以你要了解说 原来放下可以改变 你放下以后 平静了 你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你在一个烦恼的状态 担心的状态去处理 事情会更复杂 所以我讲这个都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各位 你在日常生活 就很多事情让你不安心 就像我们 詹姓斯刚才 试试 我这一次 要进来美国 既然官被卡住了 那个官员还跟我说 对不起 你这一次进不来了 进不来了 然后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我就想 如果我进来 对美国有帮助 就让我进来 如果我进来 对美国没帮助 那我就不要进来 他接受 结果不到十分钟 那个官员又来了 好吧 这一次让你过 各位 这个就是方法 平静 不要担心 接受它 透过念佛 不是关卡 开刀也好 得癌症也好 头痛也好 你现在脚痛 怎么办 这个脚痛是不是什么 什么病 我现在腰痛 要不要开刀 还没开刀 你已经天天在开刀了 我认为这个各位 还是要学习 放下一下 如果你不放下 你硬要去处理那个事情 你会很痛苦 这佛教讲 空性 就是放下 接受它 专心的念阿弥陀佛 这样就好了 我发现很多忧郁症的人 如果他愿意听话 我们以前法政老法师 在台北 很多忧郁症 他就拿一个整张心经 叫他抄 先去抄经 抄抄累了 拜拜佛 等一下吃午饭 他都不跟他讲 你有忧郁症 然后他乖乖抄的 个个都变好 不乖乖抄了 那就没办法 因为法政老法师说 随缘 他有缘就抄 他不想抄 就没办法 所以抄抄抄就有力量 然后呢 第三个是最重要 希望大家 我们知道 众生都在因果六道轮回里面 众生很多人都很执着 很痛苦 所以呢 我们应该 听到佛法了 我们要学习做观音菩萨 关心他们 替他们放生 替他们忏悟 替他们念佛 希望呢 大家将来都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 好不好啊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不下课了吗 只要你愿意去 那我这辈子任务就圆满了 为什么 我送我爸爸去 我送我妈妈去 我才知道 这个世间 真的是白忙一场 白苦一场 到最后 只有一个 妈妈念佛 妈妈念佛 放下不要痛苦 去极乐世界 不能想听什么 这个就是生命的究竟处 对一个有限的生命 你到了极乐世界 就变成无限的生命了 不再轮回 早晚成佛 记住哦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念一下 必定成佛 哪有比这个 更保证成佛的方法 而且更慈悲的方法 但是 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欢喜 接受 替他修因果 替他忏悔 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 虽然你无病无苦 你还是要忏悔 我替众生忏悔 虽然我病 像我这么爱放生 人家会说 海大法师你不要再放了 你已经活到一千岁 你还放 我说我又不是替我放 只要有人生病 我替他放 替他施死 这个世界 只要有个小朋友堕胎 我天天要当做我的儿子 超度他最好的方法 来 所有胎儿 接我儿女 I love you follow with me 你不爱他 就度不了他 你爱他 随便拿一杯水 他也爱你 他一爱你就放下 因为他为什么痛苦 因为妈妈不爱我 没人理我 我生病不理我 那没关系 爱是共同的力量 对不对 这些流浪者啊 这些爱啊 所以各位 除了爱他 没关系 还带他忏悔 知道吧 你在做孤魂野鬼啊 你在做多胎胎儿 你附在我身上 我现在很爱你 来 我带你来忏悔 忏悔以后啊 我帮你修功德 你也要发愿将来修功德 帮助别人 跟我念阿弥陀佛 这个叫说法 说法 然后呢 而且当然你心态很平静 很悲心 他会被你感动 就超度大了 所以希望各位呢 要开始 念一下 以慈悲心念阿弥陀佛 以慈悲心 忏悔修功德 劝所有众生 回向所有众生 往生净土 离苦得乐 同臣佛道 这样就太美满了 我想我的思想很单纯很简单 当然 我到天主教堂 基督教堂 各种教堂 我都很认真在里面念 连那些神父看到我 说你们还真认真 因为老实说了 也不用解释太多 因为无所求的 那个脸人家就看得出来了 尼河掌在那边为他们很深刻的祈祷 祈祷 而且这个祈祷加入他们的法会 加入他们的弥撒 他对方可以感应的 真的是修道人都可以感应的 他会自然尊敬你 所以他也不会排斥你 因为这个世界是 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的 这个世界没有分宗教 各位到了纽约还分那么多吗 大家有饭吃就不错了 大家都快乐了 因为这个 什么人都有 什么宗教都有 对不对 但是唯一最好的方法 像我到任何宗教 我要告诉我 要笑得更甜一点 要更庄严一点 因为甚至我会这样观想 愿圣母玛利亚在我身上 愿他们看到我像圣母玛利亚的爱 愿我像耶稣基督一样 承受他身上 现在所有的苦 所有的病 发生在我的身上 那如果你这样想 而且有心这么做 对方会不会感应到你的爱 所以佛法的慈悲 是超越语言文字文化的 超越的 就像我去法国 他们在讲法国话 我眼睛瞪得很大 耳朵听好像 好像我听得懂 我总是很认真 好像我听得懂 但是他还觉得我听得懂 所以他就讲得很高兴 这样就不错了 然后我是用猜的 可能他讲的时候 我就会讲 嗯 Yes 他就爽了 因为我认为专注很重要 就算听不懂 我也要很专注的 这是一个礼貌 这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在匈牙利的神父教我的 在匈牙利有一位神父 他们带我去看他 结果一看他 我迷上他的眼睛了 我才看到圣母玛利亚了 他讲的话我听不懂 我讲的话他听不懂 但是他的眼神那种 那种看我的眼神没有停开 那种关心到你心里面 这个我要学 这个我还做不到 那是让我觉得 我真的是感受到 圣母的眼睛在他身上 而且亲自送我到门口 里面他会说 我们主教没有送过人的 因为我也学他这种关爱 所以他感受到一个 虽然你是佛教徒 他是天主教神父 但是原来我们的爱是互通的 他感受到这样 因为我认为给别人希望 也是给自己希望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佛教徒呢 要有一个来 生命的责任感 也就是说各位在任何时间 每天都不要干扰别人 这是基本的 进一步要觉得说 我会来随时帮助你 虽然我没有钱 但是我用心祈愿你发财 虽然我自己都在生病 然后我也希望你永远健康 你要用这个心 去给对方安慰 所以因为佛法是修心态的宗教 但是不要让自己有 烦恼的心 爱生气的心 贪心 执着的心 这些负面的心通通不能有 所以中间有讲到 处离心 就是各位要有念佛的心 那这一些 只能靠你自己把它断除掉 你自己愿意断除 佛会不会加持你 一定加持你 我现在要烦恼 我赶快念观音菩萨 然后转为 愿众生的烦恼都不要烦恼 因为我在烦恼 所以来念一下 菩萨病 是因为众生的病 也就是说 众生生病你就生病 众生烦恼你就烦恼 所以你的烦恼 你既然已经发了一个菩萨的愿 大家都希望做地上菩萨教 发菩提心 我们这次有很多菩萨受菩萨戒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快乐 就是因为众生在快乐 我今天所有的痛苦 都是因为众生正在痛苦 这样而已 这里面根本没有一个 我个人的快乐或痛苦 这个叫空性 悲心 跟众生连为一起 所以我要把佛的力量 透过我的这种心 来跟众生连在一起 所以我清净快乐慈悲的 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不会进入我的心 然后我的心又关心了 在众生的心 所以阿弥陀佛会透过我的悲心 让所有众生 都在那种快乐的心的状态 在极乐的心的状态 然后他心里一生起极乐 他就会脱离地狱了 他会脱离恶鬼 念一下 阿弥陀佛 开始练习 我看各位开始要爱一下好不好 今天你是第一次谈恋爱 开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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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里 过去那个爱叫假爱 阿弥陀佛 那个是欲望的爱 现在这个叫真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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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有用的人 学校平安 老师快乐 校长安心 那我们来这边就没浪费了 你带来一个正面的力量 透过你这个正面的力量 佛菩萨就透过你 把他的力量展现在这个学校 展现在这个医院 我刚刚在那个公园看到 天下围攻孙中山 我们吃饭的地方 我就给他 把阿弥陀佛灌到里面去了 把观音菩萨 任何人看到这一尊天下围攻的孙中山先生 愿他们除了有尊敬孙中山先生的 这种天下围攻的思想 愿他们也得到佛法的加持 不管你是拜天主教基督教 你看孙中山 包括我在看电视那个出名的影星 我都会给他 因为你们在看他唱歌跳舞 但是透过他 因为他也有佛性 我们给他回向 是融入在他的佛性里面 他只要在那边唱歌 别人就得到佛性的加持 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大家都在念佛 但是我不会把那个歌星拉下来说 喂 你念阿弥陀佛 那这个叫执着了 了解吗 就像我在路边 看到人家又在抽烟 我就在那边念烟共鱼鬼 虽然那个味道不好闻 我会离远一点 但至少他还可以渡烟鬼 所以因为转化一切 所以各位来 转不清净为清净 对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现象 但是对佛陀来看 不清净的本体都是清净 对阿弥陀佛来看 大家都是未来的阿弥陀佛 所以对释迦牟尼佛来看 世间人认为这是五着二世很糟糕了 但是对佛陀的心来看 他视线在五着二世 要让众生看到清净的那一年 因为念一下 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各位赶快把它展现出来 我们心中充满了平等的爱 慈悲的爱 我们心中充满了佛陀的智慧 你要相信你自己 念一下 归佛 归法 归身 所以你已经归一的就是你相信 我心中有阿弥陀佛 我心中有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有观音菩萨的力量 因为我归一了佛 归一了法 归一了身 但是呢 进一步我要把这样子的力量 来感染别人 影响别人 而不要去指责对方 对啊错啊 哪怕各位都是天主教徒 我也可以表达得很好 哪怕各位都是印度教徒 我们都一样的 所以要我们讲空性 就是超越一切 佛法讲的是共同的 就像空气是共同需要的 阳光是共同需要的 佛法是如此 包含一切 超越一切 却可以融入一切的 所以你是个佛教徒 那你就不应该排斥任何现象 包括生老病死 生病也好 也可以修行 让我去医院来为他们念药师咒 让我去医院 医生说你可能会断气 等一下地藏经还没念完 因为死亡对我来讲 是另外一个快乐的开始而已 但是趁我活的时候 我来为他们念地藏经 像我 我是佛教徒 但是我的医生都是天主教徒 所以我懂得他们的语言 也懂得去赞叹他们 他们都认为说 你是假的佛教 对啊 我说你也是假的天主教 因为不然你怎么在看我 因为我说 我的意思是说 宗教的名词是假的 互相关爱是真的 你希望我好 我希望你医得更好 所以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考